各位 正忙一年了 年底了 我想咱们应该弄个吐槽大会的团建 哇 好事 是不是 嗯 我打算带各位去个音乐节 哇 音乐节 哇 音乐节 音乐节 咱们赶紧准备去吧 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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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让开哪儿去了 真是 还不来呢 是啊 去音乐节 你这人呢 咱走啊 我去 你这是去打仗 还是去音乐节呀 真有备无患嘛 路上无聊了 我还可以上威视 参加接耿大赛 说不定还能再拿个吐槽 张老师人呢 你们这是 哪儿去啊 啊 咱不音乐节吗 嗯 音乐节就在现场 啊 今天不是请了很多音乐嘉宾吧 主咖 主咖是实力唱将 周笔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 齐派 这 这 干嘛 平静 平静 来 来 来 抓着没事 好 开心一会儿 来 平静 即将登场的是 周笔 均 不是 蜜蜜的 啊 然后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 不提 很少主动想到 想到也会转瞬即逝 我如果再多说几句 大家就完全忘记了今天节目的主咖是谁 这就叫转瞬即逝 为了勾起大家的回忆 来迅速的了解一下 大家看一看 回忆的画面 记录的语言 也比也惨 杨幂那页还可以 而且他老说他和杨幂是好朋友 一次节目里面呢 杨幂邀请周比畅 就逼问 我重要还是彩排重要 周比畅回答说 彩排比较重要 但是我来了 今天吐槽大会 周比畅也约杨幂同样的问题 我重要还是拍戏重要 杨幂的回答 你比较重要 但是我来了 谁还看你呢 真的 比比 你不要难过 真的 你不要难过 虽然杨幂没有来 但是我真心觉得 他说的对 哎呀 再看看还有谁 张强 迪斯科女王 看发型就知道和我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对不对 唱过很多经典歌曲 比如那首 就那个 对 就是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大家仍然不知道他是谁 这真不怪张强 现在的很多明星 叫做渐渐的淡出银屏 只有张强 敢在电视机普及前早早过气 下面 极客俊逸 歌手 2012年 好声音出道 直到现在身上的标签还是刘欢爱图啊 好声音学员啊 六年了 我儿子小学都快毕业了 你怎么还没毕业呢 我还没长大呢 还学员 我跟你说 你醒一醒吧 你已经毕业六年了 你们的学校都快办不下去了 还有 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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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霍尊 霍尊 爸爸和妈妈都是歌手 你看霍尊的长相 可能想象不到 他爸爸就是唱大花叫的那个大胡子火蜂 我知道以后也很惊讶 原来火蜂姓霍 霍尊从小就在音乐的氛围当中长大 每天啊 太阳出来就和他爸去爬山坡 爬到山顶就想唱歌 那别的小朋友结伴去学校 他和他爸在山顶抱一抱 还有谁啊 没什么了 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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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四位 包括乔山 乔山去年来吐槽大会了 表现真的不错 今年再来 有新的梦想 除了享受脱口秀 还想约着建国 Rock 忽兰 想再组一个乐队 很好 这个乐队非常合适 你看一下 建国会听吉他 忽兰会听贝斯 Rock会举架子鼓 一个乐队全了 来吧 乐队先派人上来 建国 建国我跟你说 这个欠这个事是很难改的 你明明知道霍尊的胳膊比你的粗 你还吐槽吐那么狠 是不是皮痒 就不怕人家霍尊一会儿收拾 而且收拾你这种小事 不用霍尊出手呀 对不对 皮痒交给999皮颜瓶就可以呀 999皮颜瓶 绿色妆 直氧快 无色无味更清爽 建国待会儿结束了 你看我拿999皮颜瓶收拾你 第二个该谁了 极客俊逸 做好准备 极客俊逸我得好好说说 极客俊逸大家一看 样貌 是不是让人眼前一亮 第一张专辑都是这样 出道的第一张专辑 叫彩色的黑 卖得非常好 大家知道为什么 全中国的设计师都想看 彩色的黑 那到底是啥玩意儿 这个我跟你说 遇到困难啊 要去克服困难 怎么就改四川话了 你知道要我我就升扛 我说一宿 我也得把这句说顺了 这有什么难的 三十枪 极客极客真的不错 真的表演非常非常的不错 而且你看整场下来 说话不跑调 气息很稳 上台也不慌张 真的 广州赛区塞是讲 还有好声音 六年学员呢 对吧 了不起 但是我跟你讲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个 忽然 忽然上次上吐槽大会 气喘吁吁的表演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观众在台下 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 他在台上 说的是下气不接上气 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 看了觉得气不打一处来 忽然这样 一会你上了台以后 先别自我介绍 好吧 你先这样 深呼吸 气调匀再开始说 忽然啊 忽然 还得练 还是喘 接下来 就是我喜欢的张强了 张强老师做好准备 做一个 87年就过期的老人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另外一件事情 你们可能又会觉得很压抑 张强是第一个 登上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 就可见张强当时的歌 受欢迎到什么程度 直到今天 张强的歌仍然受欢迎 而且有很多年轻人 也喜欢张强 就是现在张强 参加音乐节的时候 底下也经常会有小粉丝喊 张强我喜欢你 我爷爷更喜欢你 发现 你别看人三十年没唱歌了 这三十年 人家张强也没出戏 就是这三十年了 一直到现在呢 我在下面听着你说 都忍不住要躁动起来 很想 幸亏我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我强大的专业素质 控制住了我身体的躁动 平复一条心情 找一个踏实点的歌手 霍尊 霍尊做准备 很值得说 这个事情特别特别重要 霍尊在歌手里 节目组就为了营造 那个仙子的那个氛围 就在台上放了很多很多的干兵 所以霍尊号称是在歌手舞台上 最好干兵的歌手 干兵就是固态二氧化碳 而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 会导致全球变暖 所以霍尊 歌很有意境 人很不环保 我跟各位交流一下 刚才我在那块的感受 这个场子 这个节目 现在越来越吓人了 真的 刚才霍尊在那说 所以周杰伦就是音乐废柴 对不对 说完这句话之后 张强说 对 对 对 看 看 看 杰伦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还想着您下季来呢 害怕 真是 洛克最近喜欢上唱歌了 上次在节目里 大家记得他模仿嘉宾唱吗 刚才又看到开场野唱吗 洛克你真是 自我感觉良好 是不是洛克 都没有人为你鼓掌 你怎么还勇敢地自我欣赏 不易了啊 来吧 孤方自掌的洛克 谈三点体会 第一 洛克 他叫极克俊逸 他不叫杰克 真实对不对 第二 你怎么又唱上了 之前在节目里面 翻唱《飞伦海》 受到好评之后 尝到甜头了是吧 张强老师您听听 唱成这样都能有好评 你还说翻唱有 哪有难度这翻唱 第三点体会 大胖娘们儿这个称号 不是你送给我的吗 是不是 你就转手你就送乔珊 你不问问我的意见吗 我没有意见 没有 乔珊 大胖娘们儿这个称号 以后就给你了 你要是不喜欢 你爱咋咋地 好吧 小沈 开心吗 耍得愉快吗 怎么了 大胖娘 真好 真好 特别好 小沈 这个称号是你的 当之无愧 行了 大家都吐槽完了 又到了革屏吐槽的时候了 周笔唱 周笔唱平时一点偶像包没有 怼天 怼地 怼朋友 唱所欲言 而且跟粉丝 日常也是相爱相杀 所以知道了他来吐槽大会 大家会如何吐槽 看一看 总有观众在我们这块到处留言 那我们怎么才能出现在这个环节 大家通过屏幕上的互动方式就可以参加 还剩两期节目 抓紧时间一起来吐槽 每一位都有可能出现在吐槽大会上 周笔唱曾经说过 参加超女之前一直特别犹豫要不要去 后来呢有一位师傅鼓励他 说你去吧 去了就会活 人哪 总会把回忆篡改成美好的样子 我就想当时的真实情况 很可能这位师傅 就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跟坐在后排的周笔唱说 去吧 这表都打了 周笔唱最火的时候 告诉大家火到什么程度 零宣传的情况下 演唱会门票 二十分钟全部收勤 真的 当年能跟他这个成绩媲美的 也就是春运的火车票了 但是现在的周笔唱 想要有那么多观众 那就只能去春运的火车站唱了 总体说得很好 结尾稍微失控 我觉得周笔唱有一点说得特别对 就是一直在专注一件事 他专注的是音乐 所以十三年下来了 就可以被称为叫实力唱将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真心的喜欢一件事情 脚踏实地 专注的 并且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就是被命运选中的那个人 所以今天在他们场上的七位 努力过后 现场的观众会选中谁 到了我们选择talking的时候了 各位拿起你们手中的投票器 觉得谁说得又好笑又有意义 投票给他 请投票 我们有七位被选 分别是胡兰 张强老师 乔珊 建国 不过尊 和捷克 各位 每人一票 最终呢 我们会完全按照 现场投票的结果 来产生本场的talking 来 各位 投票通道现在已经关闭了 让我们来看结果 三 二 一 各位 总结到规律了吗 这个节目里 talking和大胖娘们有缘 来吧 对 对 比比准备给今天的talking大胖娘们乔珊颁奖 我都跟你说了让你别打了 你看你都说得只剩悲心了 表表 我哪知道这大胖娘们打球这么厉害 我还生气了 没事张老师我来跟你玩 比比是这样啊 你是嘉宾 我都很尊重嘉宾 但是呢 丑话说在前 吐槽大会的嘉宾 凡是来过的 打乒乓球没赢过的 没了 没东西了 你给我等着 我去找人 好呀 找人来 随时来 不着急啊 哎呀 还找人 好 我看找谁来 哎呀 找人 程老师 我听说你乒乓球打得不错 谁说的 听说的 不可能一辈子没打过乒乓球 我就主持个节目去刚 是吗 说不透口臭 打乒乓球的不会 我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乒乓球这项运动 不知道的